接下来我们正式进入游戏的创作 前面我们玩了一下 这个初学者包里面的地图 另外还包括这些资源的获取 我们拿到了这个资源 叫做虚幻的游戏学习包 里面有个Learning Kit Games 然后还有一个Blog Games 我们以这个地图作为开始 在这个基础上我们来完成 在哪里呢 在Blog Games的Maps里面 我们将这个Blog Games Map 把它复制到这一个 我们自己的Orin底下这个Maps 给它取一个名字 我们就称它为OrinMap 然后双击进入吧 好 这样子呢 我们就准备好了 自己的这一个基础图 在这个图上我们来继续完成 首先我们来看一下 第一个内容就是 如何来修改这一个游戏模式 这幅地图默认的情况下呢 是这个人物 我们点运行一下 是这个人物 但是呢 先不着急人物啊 我们先使用这一个小白人 来进行创作 如何来修改游戏模式呢 在这一边 在这一边 底下有个细节和世界场景设置 在这个世界场景里面有一个游戏模式重战 我们把游戏模式重战改成什么呢 改成 third person game mode correctus 我的角色里面 因为这个游戏模式呢 主要是跟角色有关 还改一下名字 把前面后面的game mode 我们不变 我们把它换成 Orient Orient game mode 好 这样子呢 我们就创建了自己的一个游戏模式 就是换一下 换成 Orient game mode 然后它的默认palm类 默认palm类 我们把它也改一下 改成我们创建的那个 Mr.Right Mr.Right没有改名字 这个地方没有改名字 我们也把它的名字也改一下 third person 把它前面去掉 我们把它改成什么呢 Mr.Right 小白 或者我们小白这个地方不动吧 我们再新建一个文件夹 给我们主角来个名字 我们的主角就叫Orient 然后呢 它就是以小白的基础上做的 我们把小白再复制过去 一份 复制 把它的这一根呢 改成Orient corrector Orient corrector 暂时呢 我们的这个主角就是这个小白人 好 换一下Orient game mode 然后把这个默认的palm 这个palm就是小兵的意思 就是你的这个掌 你这个主角长什么样子 这样称了这个Orient corrector 好 Orient corrector 这个时候我们再点运行的时候 就不是刚刚那个人 就变成小白人了 变成小白人了 好 好 好 谢谢大家